阴间神探 精彩继续 宋和婷并没有立即说起这件事情 而是拿起DNA鉴定报告 问他 这里面有星辰的父母 随便行点点头 是的 有两人DNA匹配率高达99% 是直系血亲 不会弄错吧 绝对不会 宋和婷像松了口气似的 对宋星辰说 星辰啊 有一件事情 我必须向你掏钱 这些年 我一直藏着掖着不愿意告诉你 你父母的下落 其实正是因为 结合他刚刚的反应 我已经猜出一个大概了 我说 姑姑 你担心 宋星辰的父亲 就是那个叛徒 没错 因为我只知道 当年排出去的五名顶尖高手中 有一人叛变了 但具体是谁 我并不知道 因为现场 只有黄泉埋古人 和五名高手 宋星辰一脸震惊 他说 姑姑 这些年 你用心良苦 我也在挫怪你 宋和婷 摆摆手 当年执行任务的人选 是我挑的 你父母的牺牲 我何尝没有责任的 我所能做的补偿 就是像母亲一样 把你抚养成人 我们对宋星辰的身世 感到一阵唏嘘 父母牺牲 却因为可能的叛变嫌疑 一直不能知晓真相 我也佩服宋和婷的定理 一个秘密 能守这二十年 不过现在已经证明 宋星辰的父母是好样的 他们没有背叛宋家的信仰 一阵沉默之后 黄小桃提出疑问 当年的武具尸体 面目全非 你要是怎么知道 有一人逃出生天 而且是自己人呢 我当时不知道 换成旁人 可能也不会知道 但是别忘了 当年有宋肇林在 他把所有骨池 仔细勘验了一遍 发现其中一具的骨灵 比较大 而且没有宋家人的特征 宋家人的特征 宋和婷竖起手指 我们武宋葱小心武 骨节比常人粗大 骨质也比较密 而且几乎每人都受过伤 黄小桃点头 原来如此啊 我问他 那么当时发生了什么呢 宋和婷发出苍凉的叹息 除了黄泉买古人自己 谁也不知道 我猜 此人之前就和前任黄泉买古人 接触过 被他说服 透露了行动计划 然后又顺水推舟 干掉黄泉买古人 取而代之 我还是有些难以执行 想被残刀的人 就不会怀疑吗 实际上 黄泉买古人 一直戴着一副黄金面具 他身边的人也不知道 他的真实长相 而且七大天王 神龙见首不见尾 大多数组织成员 是不知道他们的相貌的 所以 他们才需要证明身份的信物 就是那七张卡片嘛 没错 宋和婷又喝了一口茶 现在看来 现任黄泉买古人 就是宋远桥 宋远西 宋赵修 这三人中的一个了 孙编心举起手来 可不可以用亲子鉴定的方式 来判断是谁呢 宋和婷摇头 除了远桥和洛宇之对夫妻 其他三人均没有后代 我叫他 他们有父母啊 宋和婷挑起眉毛 思考了一阵子 挖古验尸 不 就算我允许 三位大长老也不允许的 这件事万万不行 实际上 这二十年前 我一直在调查 黄泉买古人的真实身份 我和组织里面的一个人合作过 宋阳 你猜猜那人是谁 我想了想 说 刀神 是的 事已至此 我不瞒你了 刀神正是武宋的一员 他年轻时 为了调查江北残刀 打进组织内部 被从族谱上出名 我开出条件 让他调查 黄泉买古人的真实身份 武宋可以重新接纳他 并且在必要时候 给予支援 只可惜 他行事太过随性 过早地暴露了身份 听完之后 我仍旧没有从震惊中 还过身来 当年爷爷成功干掉了 黄泉买古人 可是又出现了 新一任的黄泉买古人 这个人明明流淌着 宋家的血 对付我们却毫不留情 而且在拼命毁掉 与自己身份有关的线索 我咬牙说 不管他是谁 他现在只有一个名字 黄泉买古人 他是我们的敌人 特案组对他绝不留情 说得好 宋和廷一拍桌子 从他叛变那日起 我就已经不再将他 视为宋家人了 如果有朝一日 和他相见 我会亲手 清理门户的 但是 他的视线 环顾我们所有人 这二十年间 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 我最信赖的族人会叛变 每一个武宋 从小要在与世隔绝的深山里 接受严苛的训练 他们心性单纯 没有经受过世俗的诱惑 而黄泉买古人 是组织中 富可敌国的一位天王 答案只有一个 是金钱 有一天 你们把他逼到绝境的时候 他也会拿出巨大的利益 来诱惑你们 黄晓涛说 宋姑姑 大开一放心 我们是不会这样 轻易动摇的 宋和廷点头微笑 我相信你们 最近我会待在南疆时 有事情 随时来找我 说罢之后 他站起来要走 宋杰转入他的胳膊 妈 我想和宋阳哥哥 一起破案 宋杰看看我 又看看宋星辰 在场谁都知道 宋杰醉翁之意不在酒 宋和廷笑着拍拍他 脑袋 你自己多加小心啊 得到应允的总结 欢天喜地 妈 我送你去酒店 两人走后 黄晓涛诈意地说 他是我们领导嘛 随便往特案组栽人 这种事情 要先问我好吧 我哭笑 不过就这脾气 习惯就好了 孙编心笑道 等你们结了婚 你也得喊他姑姑了 黄晓涛一脸不情愿 天色不早 我提议大家早点回去休息吧 今天发生的事情 让我们非常震惊 今晚怕是回不得安眠呢 黄晓涛仍然去孙冰星那里 我今晚得回去一趟 宋星辰要陪我一起 我说 你不用送我 我害怕走夜路嘛 你在这里等宋杰回来吧 可是 宋星辰还在犹豫 我笑笑 有姑姑住在附近 我能不安全吗 我今晚要熬夜看一些资料 一直在店里 宋星辰终于答应了 小少爷 有事情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阴间审探 想